主料,五花肉300克,焦白260克,微干菜70克,主料,油,盐,料酒,生抽,白糖,鸡精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食材,五花肉,已焯水,焦白已清洗切开,微干菜已洗净,烧锅到油烧热,加入了一桌水的五花肉翻炒翻炒,随后,加适量的料酒, 加入一些清水煮开,接着,加适量的生抽,加适量的白糖,加适量的盐,加适量的鸡精,调味煮开,煮上7到8分钟,然后,喝入切好的焦白和一起净的梅干菜,翻动一下继续烧煮,最后,煮这桃枝快要生干了,集成,出锅装盘,烹饪技巧,此菜加布加鸡精,根据自己的喜欢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